北京一家藏在平房里边的烤串店 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店铺以烧命夹腰的和一份鲁制品火出圈 据说是雌云寺这边的神仙宝藏烤串店 今天在北京这边拍一个 我种草了很久很久的烤串 它跟天津差不多是藏在一个小区 一个居民楼里边 等于是人家住间改成了一个烤串店 里边好像就有几桩桌子 听说不错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你别看它这是一个烤串店 但是它这是一个蒋鸡博 是特别特别有名的 特别的软和 特别烂 然后那种酱伤口带点甜 然后里边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辣味 真特别好吃这个 你都不用咬它 然后一桌这肉都下来了 没点 你看它加几个 看这个甜酱口 调的真的不错 我看别的桌子这鸡爪子吃了也本吧 所以我加了一个鸡爪子 它这鸡爪子你看它也是那种 卤的特别特别软辣的那种鸡爪子 应该也是一桌就能全都脱骨那种 它这鸡爪子也是一桌 上面的肉满满焦银辣辣的全都下来了 等了真的快一个小时了 一个串都没上 它这个就是只有一个不大的炉子 然后一个人在那烤所有人的东西 然后包括白卖 我说这不行的话 我说暂时把这卖卖停了 这完了 等了五十多分钟 羊板先上来了 但是该说不说的烤这个样子 看着还是可以的 哇 它的辣椒够辣的 挺香的但是 它也是一块板筋一块油 一块板筋一块油 不是那种板筋上边还能连着那个油的那块 这那个油边 它用紫然就是那种 大颗粒的紫然 这用紫然吃着你 炭香味烤完之后味儿香 这看着还是可以的 是肥的吗 臭肉 这味儿香很强啊 这特别特别香 尤其是配上它上面这个大颗粒的紫然 哇 它这肉烤了还是可以的 就怪不得它藏 藏这种地儿 也有这么多人过来打卡来 嗯 它的外边 肉烟肥的地方都已经烤焦了 特别香 这种东西 一口肉一口蒜吃起来感觉就没啥了 而且基本上所有的紫然肉 都是这种大这个紫然 这是肉筋 像把它点了一点点辣椒 这个有点偏像那个小时候那种 你看看传统烤蒜就是 三肥两瘦吧 它这是一肥一瘦一肥一瘦 所以你数不清楚到底是几块肥肉几块瘦的 但是吃起来还是挺香的 我看它这的烤串可能在这儿 但是鸡脖子在这儿呢 它这鸡脖子是真的好吃 这个鸡翅 它这个鸡翅上边是用那个麻椒的酱 闻上去的时候很重的那个麻椒的口味 但吃上去就不是特别麻 鸡翅 它这一般般 它这辣椒选的还是真的不好 就是那种鲜闷夺主 那个辣已经把那个辣椒的香味全给盖住了 包括把肉香味也给盖住了 这个是 它这除了那个鸡脖子 这个是主角 它是给你弄好的 一个芝麻烧饼里边加大腰子 这玩意应该是吃一口巨香巨香的那种 哇 它有点烧饼 你看 应该那种下午煮好了 放凉了 放凉了之后 然后放在微波炉里边热了一下那种 就是它这个皮稍微有点糟 但是这没办法 这如果要是说刚出锅烧饼 加上这个 加这个应该更好吃 一口烧饼腰子再加一口这串 着实是过瘾啊 我觉得要换成大饼应该更香 它这个烧饼的底啊 是真的没法吃 因为真的是糟了 所以把这个底弄下之后 来个腰子披萨吧 本期消费332元 咱们下期见 拜拜